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讲到我们的音轨的设定 我们也会讲到我们这个输入和输出的效果 那这是今天主要讲到的东西 好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从第一个开始 那我们音轨的录制呢 是分了三个颜色的指示灯 我们的红色指示灯是录制的状态 黄色指示灯是跌录的状态 然后我们的绿色指示灯是播放的状态 好 那如果想删除这个乐句呢 点击这个停止键两秒 那这种音轨就被清空了 好 那如果你是2.0的版本的话 它还有一个快速清除键 我们可以试一下 好 快速清除呢 就是双击一下你的停止键 那这样很快的这个音轨就被山口清空了 嗯 那我们在上面呢 有一组设置是我们的 All Start All Stop 还有我们的Redo Undo 那它们分别有不同的功能 那比如你在段子想 比如你想让它们所有音轨同时响起的时候 好 你就可以做All Start All Stop 很简单 那我们的Redo Undo 这是一组非常好用的功能 我们的Redo Undo也有很多的功能 那我们简单的试验一下 大家都知道它的用法了 我会在同一音轨上面 录上两轨的声音 第一轨呢 是Hi-hat 那第二次跌录呢 是我们的撞 好 好 那么Undo的话 其实就是把我们刚刚录制的声音 删除掉 Redo的话就是把我们删除到的声音 再重新找回来 可以试一下 Redo Undo 只剩下Hi-hat的声音 那Redo Undo呢 在你的音轨不足的时候 你可以经常的使用到它 它会让你的音轨使用更加的灵活 好 那我们旁边这个 Tempo和我们的Rhythm 这个我们以后会讲到它 删除这乐乐剧 好 下面我们要说一下 关于RC505录音的音轨长度的设定 那音轨长度呢 是 RC505默认的音轨长度呢 是根据你第一个录的音轨的长度 去设定其他的音轨 去同步其他的音轨的长度 就比如第一个我设了一个小节 同样的其他也都是一个小节 但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需要把我们的这个小节数 做得更长 比如你要做一些和声 比如你要做一些唱歌的东西 那好 我们这个选项呢 是在我们每一个音轨的Edit里面 点击三线里的Edit 它就会自动跳转成Meshure 比如我们的Truck5的Meshure 它现在是Auto Auto就是默认的 根据你的第一个音轨的长度 确定你现在的音轨的长度 好 我们把它改成Free Free呢就是说你可以 任意规定你的音轨长度 它根据你点下的速度来确定的 就比如我们好 那是非常快的一个tempo 一个拍子 那如果我们把它改成一小节 两小节 三小节 四小节 甚至更多的小节数呢 我们就是根据你的tempo来设定的 OK 那我们的这个默认呢 是四四拍的节奏 我们默认的 我们RC505的默认tempo是120 然后是四四拍 在你录制的时候呢 一般也都是四四拍的音乐 那如果有其他的拍子的话 你可以在Rhythm的Edit里面 更改它 尝试我们以后会说到这个问题 OK 那我们这个音轨长度 就讲到这里 那下面会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OneShot模式 OneShot就是我们的打击垫的模式 那么OneShot同样也是在我们的Edit里面 是去设置 点击你的Edit两下 你的屏幕上会显示TruckFX 点击你的左键 就找到了OneShot 把Off设置成On OK 现在你的音轨就被设置成了 OneShot的模式 我们可以简单的试一下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说到我们的InputFX 还有我们的TruckFX InputFX呢 就是我们的输入效果 输入效果呢 分了三个 我称之为快捷键的东西 ABC 是我们三个快捷键 RC505呢 有20多种效果 对 我们每一种效果 每一个ABC上面 都可以存放相应的效果的快捷 比如现在第一个位置是Filter Go 我想把它改成 比如我们的Reverb 就是一个混响的效果 好 那现在就存图起来了 比如B B现在是Lo-Fi 转动我们的旋钮 把它改成 比如我的Pain Delay 非常好 那现在C 是我们的Pain声效 转动旋钮 找到你喜欢的效果 比如 Transpose 就是一个 电音效果 OK 那接下来呢 你在点这三个 接下来呢 你在点这三个键的时候 它们就会开启 不同的效果了 OK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们接下来呢 讲到我们的Output TruckFX的效果 那TruckX 那我们的TruckFX呢 其实就是对应于我们的这个音轨的效果器的使用 那同样的 它有ABC三个快捷键的位置 我们的这个大的旋钮呢 就是 就是我们的效果量 我们的这个大的旋钮呢 就是我们的效果量 好 那ABC三个不同的储存 同样是转动我们的旋钮 找到你想要的效果 好 比如我想把A效果储存成一个 Beat Repeat 那就是这样的使用方法 可以储存成你喜欢的效果器 好 那么如果你是希望你的效果 可以多开 那你要把你的RC505升级到2.0的版本 它会多一个效果器多开的你选项 那那个选项呢 在Memory里面 点击Memory 点击两下Memory 然后找我们的左键 找到TruckFX 和这个InputFX 那TruckFX呢 就是我们输出组的效果 默认的是Single 我们把它打成Melti 我们把它设置成Melti 同样InputFX 同样设置成Melti 那同时 那这个设定完了之后呢 点击Exit退出 我们这样就可以同时开启多个效果器了 非常的方便 但是要注意的是 我们多个效果器的时候 有的效果器是会冲突的 所以它不能在你使用的之间 正常的去调用 OK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先到这里 下一期的课程呢 是由我们王杰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RC505的关于跟电脑连接的这些设定 那如果你需要RC505的中文说明书的话 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是727452801 你再搜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来微信私信来找我 都可以的 好 那么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节奏工作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